大家好,我是和理報的K 然後我又是hello大家好,我是希希直擊的C 一個扮記者,一個扮警察 你們兩個可否表演一下警察 經常講甚麼事話給我們的觀眾 你們是記者來 記者證 你怎麼回事呢? 再回馬安一點 在這裡 麻煩記者朋友上回行人路 有甚麼幫到你 有沒有公司註冊? 有沒有公司註冊? 你自己有個列表 有沒有政府新聞署登記? 你自己有個列表 有沒有政府新聞署登記? 登記著的 即是沒有啦 沒有即是不是記者 有甚麼幫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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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請你們兩個來 都是前線跑前線的記者 今天都見到警方通例 DQ網路媒體 即是不讓你們化牌 可能你們以後出去採訪 就困難些 所以請你們兩個說 其實警察通例這件事 相信很多觀眾都會知道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 很普通的一個員工守則 至於我們前線記者 會不會害怕呢? 我們害怕的不是 害怕他去抄我們599G 或者用其他罪名去嘗試打壓我們 因為香港根本沒有一條法例 會是可以阻止到我們 用記者的身份出來去採訪的 甚至乎可能是 說我們出來非法集結 或者暴動各樣東西 反而我們最擔心的就是 每一次他現在 用這個警察通例 去阻礙我們去採訪 例如每一次他大圍報 我們記者的時候 他每次一查兩三個小時 基本上有很絕大部分的時間 是令到我們的記者的採訪受阻 每一次他都會叫我們 認識了Live 然後又要慢慢查你身份證 查你記者證 然後又要在你面前說 你是不是記者 你是不是媒體 我們現在已經演變去到 麻煩你 你要抄你就快點 反正你這個動作都不合法的 根本就是 我們是不會害怕你 我們是不會交那二千元 我們是會 你抄完我 我都是 發抗辯信給你們的 所以基本上我們害怕的 只是他阻礙我們 採訪不到一些珍貴的畫面回來 拍不到一些珍貴的畫面回來 你自己有沒有什麼想法 你都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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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你自己 你出去這麼多次去採訪的時候 給警方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去阻撓你 你可以分享一下 去到現場 機器都未開 接著已經截了我的車 然後在我的袋裡 拿了一把縮骨遮出來 然後堅強拆爛它 又說我 藏有一個非法工具 可作非法用途 但當時你是不是用記者身分 當時我袋東西 全部都是記者 手機 腳架 穩定器 然後張正 喉規豬嘴 反安依 沒有了 其實如果以我所認知 警方今天這個行動 這個動作 它之前是有鋪排的 是由去年的反送中運動開始 它已經一路提及 要官方發牌 要政府發牌的這件事 然後它逐步逐步 去到說 你要出來採訪 你需要有商業登記 你需要有公司體制 才可以過到 那段時期 有商業登記的 一些媒體的記者 它是放行的 之後去到後期 又說你不是記協 不是涉記協的記者證 你又不是記者了 然後又說你沒有 你這家媒體沒有報紙 不是傳統的子媒 你又過不了 那直至到現在 它是過分到就是說 你記協涉記協的 我都不承認你 直接就是說 我們政府新聞 刊物處那邊 你有登記 你才是我們的記者 但是大家會知道 曾經是有多個媒體 是在政府新聞處是有名的 然後它突然之間被除名之後 是說它不是有登記的一個記者 然後又抄了599G 那這一方面 其實它就是 借助這件事去瘋狂打壓 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 其實它一定是針對我們網絡媒體 因為它現在香港的法例 它是規範不到 我簡單說 它規範不到網絡媒體的聲音 它沒有一條法例 它可以滅到我們的聲音 而且有很多 它想打壓的第一個對象 都不是我們網媒 其實它想打壓的第一個對象 就是學生媒體 學生媒體是他們第一個對象 第二個對象才是我們網絡媒體 所以其實我最擔心的 反而是 學生媒體的方便 會不會說 因為其實以我所知 有很多學生媒體 因為這件事 他們已經是 stop了他們所有營運的工作 他們已經不敢再出來 它已經是成功被打壓 那我都明白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他們第一 你每差一張599G 2000元 你抗辯如果不成功的話 就四千多元 對一個學生來說 是一個天價 他們根本是壓迫不起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它首先打壓的就是學生媒體 我們現在要想辦法的就是 怎樣去幫學生媒體 去維持他們可以採訪的權利 因為警隊是一個執法的機構 OK 他們執法 怎樣為之執法呢 就是我走出街 我懷疑你 什麼什麼什麼 我已經可以拘捕你回警局 它是不需要去做這麼多的認證 然後有些什麼 就是回到警局 我慢慢 用48個小時 慢慢去看看你有沒有犯法 然後 如果有它所謂的足夠證據的話 它就會 立入這個司法程序 然後提告 然後至於你有些什麼說話 是說你沒有犯法的 你就跟官去講 其實這件事 我們每一個網媒都會知道 它根本告我們不進 因為香港根本沒有這條法例 但是它可以玩我們 它利用這個守則 就是現在 警察通告是改了 現在你們已經是 不被我們警方去承認的媒體 我現在我就要拘捕你 拉回警局48小時 起碼讓它玩了48小時 OK 然後再可能會找些什麼證據 無緣無故又會 控告你什麼 然後就會把你交到司法部門那裡 然後就 一提告 又玩了一大堆時間 那變成了 其實它是想利用這個時間 去打壓我們的聲音 因為我們一被它拉了一次 一進了司法程序 很多時候我們就 忙到我們自己都 抽不到身出來 再做採訪 再去跑Live 我們來說 它利用這件事 如果你說怕不怕去坐牢 那樣東西完全是 不會去害怕這件事 亦都不可以去怕這件事 因為現在 香港這個 我們所謂的一個 極權的政府 我們如果一怕的話 我們整個香港的 核心價值就會 潰散 香港的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民主自由 那麼多年來 所建立的東西 就會一次過 掉下來 希希 你有沒有說 你有沒有說 你想說 你有什麼 你說得這麼 有條理 我大概 你有沒有 你也可以 不要緊 你剛才這個話題 我插了一條 你前線很擁勞 你好像很害羞 你好像很害羞 因為不能說租 沒得重播 沒得重播 沒得彩排 突然之間殺過來 真不知道說什麼 那天西九 我跟許智峰出來 他推我去打咪 我說打什麼咪 不懂得說 這樣算了 我這樣多謝大家 多謝關心搞定了 走到這邊 給他們民主黨主場 我來講一些你懂得說 你對香港有什麼 有什麼願景才將來 你會有什麼想法 對於這個香港 是你沒想到這麼遠 可以的了 你說到的了 你剛剛講的就是 警方用時間去消磨 消磨你們 令到你們無法採訪 那他消磨的背後 過去我也知道了 很多是現場 反送中運動現場的片段 是網絡媒體怕到的 其實這一點 是不是警方擔心的一個因素 我記得張曉明也說過 就是這個國安法通過之後 他說831打死人 都是違反國安法的 但是831是太子站 拍到那些片段的 都是網絡媒體的記者 好像梁派堅先生 他絕對是 他絕對是 直接是 怕 怕再有這些這樣的 畫面 再出到來給大家看 尤其是 因為他為什麼要 這個時間點去 去做這件事呢 其實他是想在 10月1號之前 在這個國慶的日子之前 他需要去打壓一把聲音 令到有很多人不敢出來 從而令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是達成的 之後他們就可以更加 肆無忌憚地 去用他們的不恰當的武力 去對我們香港的市民 是繼續持續去打壓的 所以其實他們現在做的 這件事就是 根本就是剝削市民的知情權 香港的其中一個 核心價值 新聞自由 就是這件事 它根本就是 好像共產黨那樣 我篩選了所有媒體 各樣東西 全部自我審查 你永遠只有一種聲音 一言堂 然後令到 其他想發聲的人 什麼都不知道 從而國際都不知道 香港這個地方 發生著什麼事 你們的生存的空間 會不會越來越細呢 除了他說 拉你過去 就是搞你48小時之外 如果你們以後出去採訪 他可能分分鐘留難你們的 這樣會變成 連續你們採訪的空間 還有沒有呢 越來越細 假如在這個情況是這樣 你們會不會繼續堅持下去呢 我們絕對不會繼續堅持下去 因為我自己 為何出來做前線記者 為何我要做一個網絡媒體 其實就是因為 有很多畫面 我們想帶給大家 我想透過這個方法 去堅守回香港人的聲音 去告訴給國際公眾 知道究竟現在香港 是發生著什麼事 如果一個這樣的小波折 一個這樣的小困難 我們自己都跨不過去 我們怎樣做記者 我們怎樣做前線記者 我們怎樣捍衛香港的真理 因為我們台上的自己的slogan 一個捍衛真相 我們如果連這麼小的障礙都跨不過去 我們根本不可能會起到一個媒體出來 我想問K仔 其實你過往呢 你是 我都有意義 有些東西想說 嗯 等等 你想說什麼 剛剛他講那裡 我有你說 哦 你說 剛剛問什麼 突然間你接著我 為什麼堅不堅持 當然堅持 我上年六月出來做 做記者 做到今時今日 被人抓了三鑊 我都照出來 嗯 剛剛才 就算七一那時落實了國安法 我都是沒有這樣說 我便照樣繼續走 拉了三次 可不可以講一下過程是哪幾次 在什麼時間段拉了你 是什麼原因拉你呢 第一次就是這個11月21日 當時就在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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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年那時 他抓我這個理工大學報道 接著尖沙咀 警署縱火 還有很多條非法集結 去到今年4月30日 就在旺角洗衣街 邱才孫外面 就夾 截住我的車 接著就 扯我下車 接著搜我的袋 拿了把縮骨傘出來 自己拆散了把傘 然後拔了那輪桶出來 那縮骨傘 誰人都知道有支骨在那裏 沒有骨 那怎麼做縮骨傘 他就說那輪桶 就是一個攻擊性武器 所以拘捕了 接著之後呢 去到 許智峰 被人上門那天 是應該是6月7月的 上團那天 我不記得了 許智峰和林卓廷和司令 是在同一個時間點 被人上門拘捕的 那一天 那一天 告我去年 19年7月6日 光復屯門那一天 說我企圖防守司法公正 接著又說我非法集結 但拘捕了那麼多 我都照出來 你這樣做不會令我害怕你 現在你有幾個案件 開心 一宗還是法庭擔保 一宗就警署擔保 告什麼罪呢 現在都在告你 非法集結 企圖防守司法公正 接著就 管有可作非法用途 並意圖非法使用 好像是這個罪 就什麼時候還會上庭的 11月6日會轉區月 工具那一宗就 10月15日就再轉單 在黃國檢權 那現在你有這麼多案件 在身上 你出去做採訪 是否更加會難 或者是顧慮的因素 會多一些呢 沒有顧慮的 沒有顧慮的 即是說真的 對面的人 經常都說 黑記黑記 你以為黑記這麼容易做嗎 黑記也要有恆心 要有耐力的 大哥 剛剛說 我是黑色三記者 我得而其他一個黑記者 Hello 大家好 那有否擔心 其實你 後來真的被人告了 可以變成了監獄裏面的手足 其實坐牢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恐怖 其實都是困在一個空間那裏 你還是有一些基本的人緣 但是你不會好像以前那樣 你喜歡吃什麼就吃什麼 你喜歡做什麼就做什麼 最重要的是 你見不到家人 正所謂一句 香港人在這一年裏面經常說 寧為玉碎 不作瓦泉 他寧願是一塊玉碎了 亦都不想是一塊瓦片去完整 相信有很多香港人 或者很多網絡媒體 很多媒體 很多前線記者 很多傳媒人 他自己都是這樣的立場去想 其實坐牢 你說怕不怕呢 每一個人都怕 人生自由被剝奪 OK 然後堅守著自己正確的事 到頭來人家告訴你原來是錯的 政府告訴你 你這樣做是錯的 一定會不開心 你見不到你想見的人 你做不到你想做的事 但是 我起碼知道 我因為 我有理想 我有立場 我曾經去爭取過 我出過力 我都不願意坐在家裡 我看著電視機 然後去 我寧願 我寧願走上街頭 繼續做我前線記者的工作 這裏想問一問 其實有什麼力量的減肇 令你倆可以走上最前線 最危險的工作 過去你倆是否都有自己的工作 那一定有自己的工作 我小時候 即是14年 魚蛋革命 14年還是15年 那時候 凌晨那時候 年初 一定年初二 總是那兩個日子 那時候我還有一個廢青 天天在家裡打機 打打機 Facebook彈了一個通知出來 旺角 旺角很多人打架 然後就馬上打開電視機 那時候 未知無線 這麼無賴 看了無線 看到 是呀 扔穩磚 咦 猜到又打人 然後就 那時候 對這些東西都 沒有太大感覺 沒有太大感覺 當年我都是跟我老爸 在那裏看著這部電視機 咦 這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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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去年 就 自己長大了 出來 見到那些畫面 你是忍不住 但是 你是有那種能力去 拍到那些真相 你有力量 你有那個體力去拍 而且最主要就是 因為以前太多畫面 是看不到的 他們會剪走很多東西 但是我從來 我拍過那些東西 我不剪的 我一刀過那些片 所以他們常常 那個什麼 亂黨 說我什麼 說我經常性 修改那些影片 去抹黑警方 我沒有做過這件事 我原本的影片 又一刀過 其實你們兩個在前線的過程中 有沒有拍到哪些珍貴的片段 是你們比較難忘的呢 很多很多 太多太多了 就八十幾萬觀看的 就在維園那邊來的 有個衣衣 在馬路 行人路那裏 那裏那裏 那些警察 就在那裏走的 就害怕 他走出去馬路外面 都抓著行人路走的 然後就有兩個防暴走過去 兇他 然後 之後呢 那些態度很惡劣 總之 嚇到那個女人都不知道怎樣 又說要手袋 又要叫你上行人路 又叫你站在那裏 一陣時叫你趴下 他都不知道做得到哪件事 然後我的鏡頭 再另一個去右手邊 就見到 那個防暴拿著刀棍 你是不是記者 記者可以走馬路嗎 你上回去 快點和我上回去 上不上啊 這樣 其實那時候 那個記者已經 不好意思 我上回去 其實正在走 他都一直學著他 即是他們那些 那些脾氣呢 一上來又很差 但其實人人對他 即是一開始 對他們那種態度是好 是他們那些態度差 先 那條片還在這裏 你呢 好啊 我覺得最珍貴的片段就是 每一次 很多時候 不止一次發生的 就是 現在很流行說 衝警杯 警察在前方防線突然衝出的時候 往往呢 我就是拿著 拿著電話 拿著一支 Stabilizer 就跟著 那些警察一起衝 OK 衝的時候 然後 在我畫面下面 是 很多 是被他一掌 就推到地下 然後 拿著 膝頭跪頸 甚至乎 我曾經拍過那些片段 就是說 他推了一個女生 去一些類似 外面那些鐵欄 有一些角的 推了到角度 然後 那個女生 頭破血流 叫救命 不管 不讓第一次進去 然後 不斷 就是在那裡等 按著他 叫他在那裡等 那我就 一路 不斷拍著這畫面 在我自己 的 三觀來說 是非常之震撼 為什麼 你不救他 很簡單 說 所以很多觀眾 都會明白 你 被人罵 你冷血 你的權統治 不是沒有原因的 每個隻眼都看著你 我們推跌他 然後 不理他 再推走我們 我們記者 不讓我們近距離拍攝 不要說近距離 我們一個正常的拍攝距離 他都不願意去給我們 推到我們整條街那麼遠 然後說 你們的電話 有得zoom 你們拍攝器材 有得zoom過去 大哥 哪裡zoom到 你推完我們出去之後 你起碼有十層的警員 在中間 走走站站 你左穿右側 基本上 你們自己的身影 已經遮住了我們家人 就算我們zoom過去 都不可能會拍到 所以很多時候 他們衝的時候 我就拍著警察 一定在四處左右 一次過一起跑 那務求就是要拍到 當時他們那個 所謂適當的武力 究竟可不可當 大家 每一個人 心裡面是自有功 OK 然後你剛剛說過問題 他不是說 我們的器材很專業 他說 你們這麼專業 你們為什麼不用 航拍機去拍攝 然後 之後 試過有一次拿航拍機 拉了 忘記了他拉去 總之就是拉了 一部機一回到主人身邊 就立即拍他的手扣 但我告訴你 其實 以一些小道消息 其實警方是疑似 是有一些反航拍器材的 因為已經不止 一、兩個、三個 告訴我 非常之多的航拍友 你知道香港都會 有一些航拍友 是來玩的 他們試圖就是用航拍機 去觀察他們想看的一個位置 但是一去到那個位置 是斷了色錄 正常的距離 根本就不會斷了色錄 斷了色錄之後 航拍機就自己抄了 飛了去第二個位置 就抄了 私鞋都抓不到 所以其實 有理由去相信 警方已經是有 這個反航拍的一個器材 也都不是新聞來的 是真的 的確是有這件事的外國 至於香港警署是否有 就不得而知 因為在這一年裏 警方的軍費 已經是由一個這麼大的數目 去到突然之間是爆升十倍 超過不記得多少億了 我自己都 這一年當中的資金 是從來沒有解釋過 它究竟用在哪裏 我們的公眾是完全不知道 我們傳媒不知道 政府和警務處自己知道 哪些你們覺得 那場戰爭是非常火爆的 令到你們終身都難忘的呢 可以說一說 是不是理工大學 或者中文大學 都是一個比較理大 這個是整場運動的白熱化 高峰期 亦是一個轉捏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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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怎樣形容 有幾大才是一個地方 好像二千多人 二千多人 二千多人 是催淚彈 那我自己最難忘 我自己最難忘就是 始終我自己是大西北 香港大西北的記者 我會處在那邊 最難忘就是當日 他們有網上號召 多區十八區開花去圍救 三八 圍救這個中大 其中天水圍這一戰是非常誇張 我見到的畫面就是 天水圍沒有警察 是沒有的 是完全零警察 在警署裏面拉閘 然後抗爭 抗爭者 一路是由新北綱的位置 一路推進到去到警署門口 然後去到警署門口之後 突然之間見到 那個警署門口 那道閘是膠造的 是起火 那道閘是起火 然後整個警署門口 是火光紅紅一片 整個報案室入面 已經是著火 那這些是 我覺得是非常之 一些激烈的畫面 然後警方又很有趣地 在三樓的位置 是施放他們的催淚彈 和他們的布袋彈 橡膠子彈各樣 但是很奇怪 他有一件事叫做消防喉 他在三樓拉一條消防喉下來 在三樓向著下面射 他那顆催淚彈就向下射 他射下去之後 就拿一條消防喉 自己射回自己的催淚彈 好有趣 整件事是很反智 好有趣 這件事 是的 李公大學 是否當時都在現場 現場 大家都知道 警方防了很多催淚彈 不少記者都在前面受傷 槍 十分落 特別是上環那次 我就夾在中間 我旁邊 右手邊 就防暴 我前面就是示威者 他們這邊 就射出去彈 那邊就丟 那邊就飛玻璃瓶過來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我們採訪的位置 是很難避免不站在 Cross Fire Cross Fire 那個火線 當然 大家做記者 盡量都會避免站在火線的位置 但是真的 兩邊的人 是雙隔不夠五十米 這邊射在催淚彈 射在橡膠子彈 射在布袋彈的時候 那邊是有汽油彈 有石仔 有磚頭 我們是站在中間 我們很多時候 兩邊一起中的 但是當然 我們不 就算那麼辛苦 我們都沒有很多願意 其實只要一天 我們是堅守自己做的事 我們覺得OK的 沒有問題 對我們來說 好像警隊那樣 他們一天換幾時間 我們就一天一間 或者兩天一間 你們兩邊不退場 我們就沒有可能退場 我們作為網媒的話 那有些大台 就是你TV 那樣 他們是可能一天分三間 三個不同的前線記者接受 但是我們因為有台 我們就是人手緊缺 那 二十四 三十六 四十八 我們都是這樣跑下去的 在街上睡覺 我們都是這樣 所以 辛苦不辛苦 我覺得 辛苦得過 將來如果 沒有自由 將來變成新疆 我覺得 現在的這個付出 根本是小二科 你都試過幾天 一次過做 連坐做幾十個小時 三天 三天即是多少小時 三天 七十二 那那些日子你怎麼過 三天 三夜 三天 當你有那一種心去做 你是不會累的 你是整個人 處於一個亢奮的狀態 總之到了一個你想睡覺的位置 但是你又睡不到睡覺的時候 你過了那個段位置 你就再睡不醒 然後就會一直是這樣 等到他們的圓場位置 我試過中招 中招 斷了 裂了 可以說 那次是 不知在哪裏飛過來的 接著那個月都起不到身 我個人又 比較 裝備比較充足些 他的彈飛過來 頭髮咬咬咬咬咬 我那件 戰術背心都 咬咬咬咬 有試過射到這裏都痛 他那次打了一個比喻 好像以前一套戲 雷霆救兵 因為他戴著頭盔 鋼盔 對 你戴著鋼盔嗎 不是 以前我打了一個比喻 以前有一套戲 叫雷霆救兵 湯古老師主演的那套戲 他有個二等兵 不知什麼兵 總之就是彈仗 在搶攤 搶到攤 就趴下 人家射了顆子彈 射到頭盔那裏 接著他就啪一聲 接著就摸摸 咦 剛剛中了 脫一脫 啪 這樣就死了 所以我們死也不脫頭盔 死也不脫頭盔 我的頭盔 基本上他是每次瞄頭 大家都會知道 他不會瞄你頸而下 每次瞄頭 大家出開去做採訪 不要說罪者 First A 一些社工 其實往往都是一些目標 還有一件事 我在上環的時候 警方有一隻手紮釋 催淚彈 我就站在左邊 那裏是 上環那條大直路 叫什麼名字 中研白浩門那條路 是 中研白浩門那條路 忘了叫什麼名字 就在那段路 總之 中間有一些石坡 石坡中間有個空位 有個電箱在那裏 我就站在電箱那裏 我右手邊有一班防部在那裏 他就拿著手紮釋 催淚彈 走前 打算扔前面 誰知一下就扔到左手邊 我和整班行間 乘了東西 走在我旁邊著火 我對鞋子被他燒焦了 當日他們承傳得很厲害 那個手紮釋的催淚彈 是中國製 721是嗎 721是最厲害的 中聯辦那天 721就是元朗打人 是 我就困住了在港道那邊 我在拍攝東西的 在那時候 我最記得就是他那顆出去打 他搞得我整對鞋融了 是啊 就算他們說 聽市民說 就算用隔熱手套去拿 那對鞋融呢 那對鞋融的手套呢 都是會用的 他那個是非常之熱的 那隻手紮式的催淚彈 講回這一段過程 都是 現在講回都是 很堅身動拍 真的以為自己 在拍這個特種部隊 是 以為自己在做戰地記者 其實很多人會否形容 我們是香港記者 是戰地記者 已經什麼都不理 其實我嚴格來說 這個已經是內戰 算不算是 你覺得是嗎 又不是的 我們單方 我覺得是抗爭者單方便 給人武力對待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就是 好像以前 清朝 對抗八角聯軍 清朝還在用 冷兵器時代 人家已經在用火器時代 嗯嗯嗯嗯 認認得剛剛 可以這樣說 冷兵器對 那些武力是完全不對等的 給你一把槍 給你一把刀 給你一把刀 誰贏 說一個比較爭議的就是 警察與記者之間的火爆場面 原廠是神義發生的 其實你們 原廠與警察之間的關係 你們怎樣立列 是不是自己都經常 跟警察會 喊吵 喊吵 他們說你們尿他們 又一陣間又 又說 怎樣叫你們 是否什麼畫面都有 到將來應該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會是傳媒和警方的一個拉鋸戰 我們這個膠著的狀態 不知道會持續多久 因為我們是不斷會發聲去捍衛我們的自由 我們的新聞自由 他們就不斷會想去打壓我們的新聞自由 每一天走到外出 我們一定要採訪 他們一定所謂需要執法 一定會拉鋸 永遠都是 他們一定是為我們去做的 當日 很多抗爭者 你就搞抗爭者 然後很多 沒有什麼抗爭者 你就搞一些first aid 現在沒有什麼抗爭者 又沒有什麼first aid 你就搞記者 直到所有人都禁聲為止 但是我們一定不會把這條底線給他推下去 過去的畫面中 戰場中 可以這樣形容 你們有沒有被記者 不要說警察罵你們黑記 你不是那個假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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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那個假記者 甚至乎他會有一些便衣警察 甚至乎他會有一些便衣警察 旁邊走過你隔離的 在意見港 假記者 然後看著你 拿手機看著你 空一空 因為其實便衣 臥底幹嘆 基本上他走出來 坐在額頭告訴你 他就是臥底 很多時候很容易形 其實現在不用異形 他們已經很高調 很高調 他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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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告訴你 我後面一班兄弟在這裏 你膽敢動我 立即成八 然後走去 現在 然後走去你耳邊 這些就是假記者 很多角色其色的挑釁 反而反過來我們傳媒 我們不會當場這樣做 除非 你阻礙我們拍攝工作 你將你的封鎖線 不合理擴大 我們便會出聲 我只是問他一句 你還要推到多遠 這樣我怎樣承認 然後 FMLC 都是那句的 你不找FMLC 我都要找FMLC 你都不會聽我們說話 然後繼續拉鋸 由最近那次 我想 不算將軍澳這次 陳彥霖 不用洗一周年 不算這一次 再對上一次 應該就是在 八三一 八三一 在旺角 他是 沒有理由去擴大 他那條封鎖線 他們衝了進去 LIKI 不是LIKI 衝了進去一間 波鞋店 然後 推記者 推到去 對面馬路再轉彎 那條封鎖線 是擴大到這樣 接著 衝進去 偉訊裏面 去捉一些市民 開頭 我們在店鋪門口 是拍攝的 接著 推到我們去馬路中間 然後說給我們拍攝 再隔了一會間 一架警車 在後方駛來 突然之間很快 很快地駛過來 就隔停 然後再推我們 推到我們去對面馬路 推到我們去對面馬路 之後 不停 再繼續向左走面方向 繼續推 推到基本上 已經是 我想隔六七個鋪位 的對面馬路 我們如何去拍攝到 店內的一些情況 然後他們就拿著他們的所謂 警署的live 不停拍攝我們 各樣東西 所以基本上就是 他們將來只會越來猖獗 可能他新年賽南街 中間一間店鋪 他要進去執法 然後我們只能夠在阿加路街 和登打市街那裡拍進去 可能之後的情況會是這樣 整條街和我封了他 拍不到 你就算有一支炮都拍不到 你有一支炮 你中間還有他們的警務人員 在中間 他在你面前 一一樣樣走來走去 你根本不會拍到 還有有時候 你知道 按好的器材 你外面不夠燈光 你去到晚上的時候 你基本上更好的器材 你都拍攝不到那些畫面 做Facebook那些媒體 其實你們 就是靠一些資助去維持的 其實你們這樣 是不是可不可以維持到自己的生活 是不是都很艱難呢 還有我都想問一下 你們放棄了你們的工作 做這件事 如果一些資助都維持不到生活 那你們怎樣可以再做下去呢 一些捐助 資助的東西 其實我們的台到現在 都還未公開去收捐款 所以這一段時間裏 其實我們一路都是零收人 那未算我們出去 我們有採訪車 我們有錢 我們吃飯錢 我們器材錢 這些全部投資了下去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在暫時是負資產來的 全部都是咬自己的老本去做這件事 但我們都深信 如果我們不去做這件事 將來如果我們不想出現的結果出現了 我們有錢也沒有用 我們有錢也沒有用 我原本是怎樣說呢 我原本呢 我不是做記者 我之前是回到媒展的工程 一個月都兩三萬就不到 但現在找不到那些數目 但我現在做得開心 但我一開始做記者的時候 那時候我是沒有打算收錢 沒有打算收錢 直到一天有個觀眾 走了下來 買了兩包餅 中間夾著一千元 還要我回到家 我才知道原來他放了一千元 那我開始在想 不要那麼鬼暑 不如我直接開給你們捐吧 我們限你們每人十元 夠了 但他們不聽別人說 他們真的 他們真的 他們不理你 他們不理你 他們一次過跟你說 我現在貨夠三十天給你 三百萬搞定 你不要說話 我貨給你 不要退給我 然後就開始有這個貨 他們說能不能運到 能運到 能運到 足夠的 但我個人又不會去玩那些 你現在沒有時間去玩 現在每天都發生這些時候 還有我們比傳統記者 再做多一件事 我們要去找人 找人 找人 找什麼人 有時有些失了人口 那些事 我相信如果有看開我們平台 都會知道 其實我們做很多 別人不做的事 例如一些沉人 這些事 警方不會做的 基本上 一些傳統的大台 傳統的姊妹 就很少去做的 這些就是靠我們去做 其實現在是一個新時代 一個網絡媒體會做的事 有些網絡媒體會做靈探 有些做煮食 有些多元發展 我們都在多元發展 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A1都未搞定 我們就不要搞C1 我們連時事版都未做完 我們就不要搞娛樂版的東西 當然每一個網台都很想去多元發展 真的可能想去當是一個事業 但就要時間去歷練 我們沒有那麼多的配套 很多網台連自己的Studio都沒有 都做不到 這個真的要靠大家去努力去做 我的工作室就是在我家下樓梯 有些大台 他們記者 記者可能有很多個 然後有編輯 編輯有很多個 然後你會有繪圖 有很多個 有剪片 有很多個 我們全部一個人做完 或者我們幾個人去做完 所以我們會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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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多 去做我們真的 但是我從來都是自己一個 從來都是自己一個 一腳踢 但是OK的 腳體能應付到 還年輕 還可以和你參加10年 哈哈哈哈 看到你們兩個可以笑著 面對今天的警方通 例如 未來都會繼續哭下去 套用回李漢文的那個 那個說話 你這樣做是不會令到我害怕你的 哈哈 對的 對的 你不會令到我害怕的 真的 你反而會激起了更加多的麻煩 激起了更加多的浪花 那個浪花是拍到你自己的臉 其實他們不 他不多做這些 效果反而更加好 嗯 他越搞越多 就好像當年 阿布泰珍那樣 不做 就勝過有做 然後去到梁振英時代 做多一點點 又被人罵多一點點 那麼去到現在 777 什麼都做了 什麼都做了 你所有人民喜歡的事 你全部都做了 都是那句 你都是落地獄的 還有他那句 他說如果民意是 他會下台 他會下台 都還未兌現 所以這些真是好沒口齒 所以一切一切都是 我自己看得比較遠一點 都是中共搞出來的 由 是由97 未回歸之前 其實他已經有這樣的一個草案 這段時間 保持著 都是在他們 他們的時間表裏面 去發生的 其實很多事情 他們已經計劃好了 只不過是 做的那個角色是哪一個做的 OK啦 有沒有補充啊 你們兩個 OK啦 OK啦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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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榮譽會員 和我們一起守護香港 守護十四億中國人 獲得真實資訊的權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